奥教去史,咱们是接眼前文 上回正说在张道陵师徒在龙虎山中发现了一本丹经 那么这丹经上写的什么内容呢 当然就是炼丹的方法 炼丹其实呢并不神秘 哎,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化学实验 什么呢,就是朱砂在加热的情况下呢 可以提炼水银 你再往这水银里放入硫磺呢 就又可以变回朱砂 这叫环丹 来回来去练九遍 这就叫九转大环丹 古人觉得太神奇了 啊,这变过来还能变回去 尤其说呢,这朱砂是红的 水银是白的 红的变成白的 白的还能变回红的 哎,这就产生了一种联想 这不就是红颜变为薄发 薄发还能逆转为红颜吗 哎,所以认为吃完这个呢 就可以返老还童 按现在话说呢 就是逆生长 那么这部丹经 其实就是一本实验手册 上面记录的呢 就是实验的器材 这丹炉怎么弄 啊,实验的材料 这朱砂呀,硫磺啊 都需要什么 哎,实验的流程 你是应该先加热呀 还是应该先放东西呀 再有呢就是 注意事项等等这些内容 那么师徒二人 在龙虎山中 就开始仔细的研读这部丹经 哎,学的差不多了 自己呢就开始试着练丹 练来练去练去练来练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没钱了啊 过去到家修炼 讲究有四个必要条件 什么呢 法财履地 所谓法就是说 你得有科学的理论 比如说这本丹经 财就是说 你得有一笔科研经费 啊,因为你 置这个丹炉啊 买这个朱砂呀 都挺贵的 旅就是说 你得有实验的人员啊 比如说 呃,这个王长 帝就是说 你得有一个实验室 让你随便折腾 哎,比如说龙虎山 这个山洞 现如今法财旅地 没有财 这怎么办 张道陵就想了 哎,我过去呀 在蜀地 就是四川啊 重康啊 哎,这一带 当过地方官啊 哎,我知道 那个鼠地的人呐 哎,民风 淳厚 所谓民风淳厚啊 哎,说白了呢 就是比较好骗 再有呢 四川这块 是号称天府之国呀 物产丰富 啊,所以人民殷实 您想啊 民风又淳厚 人民又殷实 按现在话说 那就是人傻钱多呀 那咱没财 赶快去吧 师徒二人 就打这龙虎山上下来了 啊,带着这个丹京 还有那个练一半的丹 就够奔了四川了 到四川落在哪呢 成都不远 这有一处叫做贺明山 那么说这贺明山是有很多仙鹤吗 哎,不是 一只仙鹤都没有 那为什么叫贺明山呢 哎,因为啊 这山中啊 有一块石头 长得呢 特别像仙鹤 那位说不对呀 这石头 长得再像仙鹤 他也不会叫唤呢 哎,他不能叫贺明山呢 哎 您别看这是石头仙鹤 他还真叫唤过三次 第一次 上古的时候 啊,皇帝 就是炎皇那个皇啊 皇帝的老师 广成子 进这山的时候 哎 这石头仙鹤叫过一次 第二次 就是这张道陵 带着王长一进这山 哎 这石头仙鹤又叫唤了 那么第三次 咱们今天说不到了 您往后听 哎 以后咱们会说到 谁第三次进这山的时候 哎 还叫唤 当然了 您听完我这个呢 您去四川旅游 也可以去这贺明山 哎 您要是一进贺明山 听见仙鹤叫唤了 那是第四次啊 说明呢 您马上就要成仙了 嗯 那么四川这块 人傻钱多 人也不能 哎 白把这钱就给你啊 怎么把这钱赚过来 张道陵思来想去 想出这么一个主意 哎 咱们给他呀 治病 啊 常言说的好吗 人吃五股杂粮 没有不生病的 哎 那么这个四川人有的是 他总有得病的呀 这个 没什么呢 别没钱 有什么呢 别有病 这回呢 是这个没钱的碰上有病的了 张道陵打杀 山上下来啊 看谁有病 给大伙治病 那么说他给人家治病 他有药吗 哎 没有药 那靠什么治呢 他靠画符 就提提笔来 刷刷点点 在纸上边啊 画一些字不像字 画不像画的符号 啊 然后一烧 搁在水碗里 让你喝这水 说喝完了就能治病 那位说 这怎么就能治病呢 哎 至少有这么两个原因 首先来说 世界上很多的病啊 可以自愈 就是你不用治疗 他自己就能好 第二呢 就是临床上啊 有这个安慰剂效应 什么叫安慰剂效应啊 就是说这个药 哎 他他不治病 但是呢 我愣告诉你啊 这有这能治病啊 你吃吧 吃完以后 你真感觉自己这病啊 就见好 其实是一种心理作用 不管是什么原因 很多人喝完这符水啊 这病还真就好了 那不能白喝人这符水啊 就要给人家钱 但万不了想这张道陵把守一百 我乃是修道之神 不收这个银钱 啊 大伙一听啊 您不收银钱 那您要什么呢 说您呢 病要是治好了 往我山上送五斗米 这就行了 打这立切规矩了啊 谁看好这个病啊 就得往这山上啊 背五斗米 那么一开始呢 还是张道陵下山给大家伙看病 到后来呢 哎 这名声传开了 就是大家伙谁有病啊 上山长 找张道陵看病 那么开始这人还不多啊 到后来这人呢 越来越多 这道观门口啊 都排起大成队了啊 要是再发展下去 都得有号贩子啊 这专家号专家号 你要吗啊专家号 张道陵一看这哪行啊 我的主意应该是炼丹呢 现如今怎么成了给人看病了 咱们解决这个问题 思来想去 想出一个主意 这天呢 从道观就出来了 他这门口啊 有一个池坛啊 当着大家伙的面 哎 画了这么几道灵符 这一烧扔在这池坛里了 哎 跟大伙说 以后啊 谁再有病 不用再来找我看病了 啊 你们喝这池坛里的水就行了 当然了 喝之前呢 哎 你们得忏悔 把自己干的亏心事 写这么三张纸 一张呢 放在山顶上 再一张呢 放在山底的土里 再一张呢 扔到水里 哎 这叫三观手术 哎 对天明事以后绝不带饭 然后再一喝这水 你们病就好了 哎 这个方法太好了 这一下呢 门诊的压力也减轻了 治病的效率呢 还提高了 哎 一传师十传百 大伙全跑到这来喝水来了 哎 没半个月 这池坛这水都减少 啊 这治病的人没了吧 又来了一伙人 干嘛的呀 拜师的 啊 说张道长 您这能力太大了 我们要拜您为师 张道林心想 哎 我这炼丹啊 也缺人手 那来吧 谁要入我这门呢 得交五斗米 哎 他认准这五斗米了 所以呢 他这个叫到后来呢 又叫五斗米叫 那拜师的人呢 越来越多 看好病的人呢 也是越来越多 都得交这五斗米呀 到后来呢 山上的米就放毒下了 那要靠吃 得吃了哪年去啊 怎么办 派人把这米背到山下去换银钱 换完这银钱呢 再买上猪沙呀 硫磺这些东西 背到山上来炼丹 到如今呢 这法财履地俱全 张道林在山中就一心一意 炼这丹 炼来炼去炼去炼来 到这一天把这丹炉一打开 突然之间是香气扑皮 红光满市 怎么了 这仙丹炼成了 那么说这仙丹吃完以后 真的就能长生不老吗 咱们是下回再说